此次一題 班導打電話到家裡時 姐姐一接聽馬上就聽出來是班導打來的 請問她是根據聲音的哪一個性質做判斷 這題非常的簡單 我們知道紋身能夠辨人是因為所謂的音品 音色 音色就是聲音的特色 所以我們可以分辨出 這是小弟弟的聲音 還是鋼琴的聲音 這是媽媽的聲音 還是姐姐的聲音 所以呢 我們這題答案就選擇了是C 音色 紋身辨人是因為音色的關係 對第17題 我們答案選C 音色